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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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頭的重頭戲 這麼多醉 哈囉大家好我是Jer 歡迎觀看今天的60秒訪問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看 人區偏暗不及取綠碎利人 由於採訪 其實我們參觀跟國際人隊 我覺得是新大樓 所以 是啊是啊是啊 我們的科技在很大樓 大家都知道新大樓跟後天 。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五線廣場 我是Zaid 今天在桃園市區的一個案子叫做定泰經國萬 現在不知道怎麼搞的 一進來趕先吃飯 今天是因為他們的專案人還沒到 但我們先來了 這位是他們的接待 大家好 我叫朱嘉玲 我是這邊的銷售小姐 所以我們今天可能又要重介紹他們的餐開始了對不對 萬廚房是我們經國萬的社區 自己的咖啡廳跟餐廳 那目前我們已經委託廠商在營業了 那所有的住戶跟賞屋的貴賓呢 都可以到我們的餐廳來體驗 現在因為是網路時代了嘛 那他在我們的中央廚房製作的餐點 當然我們現場的用餐環境是只提供給住戶 如果您有外帶的需求 或者是現在有外送的這個機制 其實 對 所以他其實也可以做到蠻多蠻多的生意 所以外面的生意 可以做外送 假設您現在在外面要開一家餐廳 符合政府的衛生條件的中央廚房 加上這些裝潢 我想隨便五六百萬跑不掉吧 再加上每個月固定的租金 那我們社區呢 這些固定的設備都是屬於社區的公共財產 所以廠商來其實他只需要提供人力 還有菜單啊這些物料 所以我相信經營上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 那我們就先點餐吧 好 先吃飯等專案來 沒問題 現在上菜了我點的是海鮮義大利麵 料是還蠻雜質的喔 你看蝦子那麼大一隻 順便提一下大樓公社裡面有餐廳的這件事情 那我們上支影片寫來的影片下面很多朋友留言說 很擔心未來會經營不下去啊 就是公社弄這些好像沒有什麼必要啊 我自己家一直以來都有新食霸 那裡面有賣三明治咖啡 鬆餅 蔥餅 蛋餅 很多種飲料 夏天提供仙草蜜 冬天提供薑茶 其實都還是賺錢的 因為真的很多住戶會在上面用餐 更誇張的是我們的社區平均入住率 預售就賣完了 入住率大概只有兩三成 但是這個新食霸還是賺錢 現在桃園人口數算是年輕人增長 六度裡面增長最快的 他剛剛有說就是他們的餐廳 不只可以供給自己家的住戶 還可以靠Uber Eats或FuPanda去送到外面 這一個餐廳就變成他們社區未來 共同經營的一個餐廳 賺的錢還是他們官員會的錢 那未來用於社區的提升啊 或是修喪 現在人真的越來越懶了 在看影片的朋友們 你們是不是很常使用Uber Eats和FuPanda 可是如果你家樓下有吃的話 其實你也不用送到你家樓上來啊 下午就可以吃嘛 這個我的想法分享給大家 那沒有說一定是這樣還是一定不是這樣子 供大家參考 本案投資興建為定泰建設 營造公司為紅斌移造 基地位置在桃園市桃園區 經國路198箱21-27號 基地面積大約是1997坪 以上14-15層地下兩層 登記類別為住家用 戶數規劃214戶住家282個停車位 坪數規劃為23-48坪 方形規劃限於三房至四房 公設比的部分大約是32% 最後管理費的部分 預計每個月每坪65元 經國萬 顧名思義位在桃園經國路上圈 鄰近經國特區 以及桃園藝文特區 位處京華的地理位置 距離國道1號南坎交流道約3公里 測省10分鐘 波子走國道2號桃園交流道 同樣10分鐘就可以到達基地 不僅擁有雙交流道優勢 蔚藍還有桃園捷運綠線G10G11站 一線快速抵達桃園機場 補充今年5月正式營運的 經國轉運站 提供多家公路客運 方便中長程旅客搭乘 生活經營方面 隔著經國路就是24小時營業的家樂福 家樂福裡面除了大賣場 商店美食街林立 還有各大福祉店 而家樂福周邊也是熱鬧商圈 生活採買便利 三宜選擇多元 由於鄰近英文特區 街道規劃整齊 巷弄內隨處可見有氣氛的咖啡館 南平路上也有黃昏市場 這地人對於市場的傳統美食評價甚高 缺點是這邊車流量較大 市區兇險有南通運動公園 銅鞍青子公園 藝文廣場 桃園展演中心 吉林另外一面 吉林南坎西水岸自行車步道 從龜山到足為 鑽聯多座河邊公園與景點 學區最近隔壁就是新浦國小 經國國中距離基地也不過750公尺 基地旁邊就是閩勝醫院 經國路上也有多家診所藥局 醫療資源齊全 生活機能全方位到位 享受完他們的美食之後 我們平常是沒有辦法接受別人遲到 但今天這個人遲到的話 我們可以諒解他 因為聽說他是代銷界的影帝 長得像這樣 韓戰主角 你們知道是誰啊 你真的有什麼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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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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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歡迎 我終於等到影帝了 大家好 我是心理想廣告 定泰經國萬的專案經理 我叫陳正銘 大家都叫我影帝 看我這張臉 他外型枯是那韓戰裡面 梁家輝有沒有 梁家輝退休 或是在二嫂替身 這邊 今天我們邀請影帝來 幫我們帶看這個定泰經國萬 就先從社區的一個lobby 那我們大廳從這裡進來 有我們剛才看到的 先走紅毯 對... lobby 社區挑高是7米4 那我們特別放了兩隻豬 一隻叫飛翔豬 一隻叫狼手豬 豬的一個概念的話 其實它是代表一個家 為什麼 漢字如果研究過的話 加上面一個寶蓋桶 它是代表一個房子 對 房子 那下面那個字呢 就是豬的部首 對 住戶住進來 有平安快樂的一個感覺 因為我們的一個基地非常大 我們訴求的是 18項的一個全靈公設 我們就先從我們這個建案 替美這個華納威秀的電影院 來為各位 開啟 對對對 好 那 現在看到的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電影院 跟一般社區在規劃的部分 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做挑高7米4 座位 盡量把它放大 我們只設置了這個25人 座的一個座椅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來這裡看我演出 我們這一個社區呢 總共規劃的是4棟 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林路退縮28米 整個基地的一個面寬 將近是120米 光前院就有1000坪以上 給住戶活動的一個開放式空間 因為我們的基地的面寬很長 建築物呢 從頭到尾 有110米 目前現在看到的是韻律教室 所以我們這個基地夠大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們把韻律教室跟健身房把它分開的 喜歡做瑜伽 喜歡做現在比較流行的空中瑜伽 哇 空中瑜伽那個肝子油也有 對啦 因為瑜伽教室還是要跟健身房分開 因為做瑜伽大部分都要是比較安靜的環境 對 接下來就是來我們這邊的一個客戶 小朋友最喜歡到的一個地方 兒童遊戲是 哇 這兒童遊戲區 對 我們這個規劃的一個是沙發 可以跳的嗎 對 蹦蹦跳跳 或者是可以在這邊玩 腦力激盪的一些遊戲 父母親基本上都不用太擔心 因為在這個地方 我們都有做一些小朋友的安全 維護 就是都是很友善的材質 比較不容易受傷 那西洞旁邊呢 是稍微年紀比較大一點點的小朋友 喜歡玩的這個球衣室 球衣室 對 像是 足球台 足球台啊 這個 這個 上次有一個人告訴我 這是什麼 結果我現在又忘記了 現在我們看一下多功能的一個教室 其實它是結合這個圖書館的一個概念 比較像越覽室和圖書室 對 像越覽室 然後它算是一個多功能 像廣展會 未來可以在這邊開會 或者是國中啊 高中 可以在這邊進修 這個環境相當的寧靜 很少社區有的公設的一個項目 健檢方寮寺 這就是我們的那個健檢方寮寺 有兩個獨立方寮床 像現在的這個女孩子很流行 貴婦十八 對 或甚至美甲 可能到家裡去不方便 就可以來社區這邊 預約這樣的一個空間 就把外面的師傅預約進來 自己公設來做 這樣就不會把家裡面弄到 對 接下來帶大家來看 就是我們的案子 最最最最重頭的重頭戲 這麼多歲 就在我們的餐飲空間 現在目前的社區啊 慢慢的一個把餐飲 帶入到這個社區裡面 不用到外面去做外食 一個公共設施 有我們知道剛你還沒有來的時候 我們已經現在裡面吃過飯了 真的啊 帶大家來看一下 那這是我們的一個餐飲空間 輕食區 咖啡或是冷飲 熱飲的一個地方 接下來是我們的一個熱食區 剛吃飯的地方 對 這就是我們整個社區的餐飲空間 餐飲空間我們分為室內 以及戶外 戶外也有用餐區 戶外到時候會有一個露天的餐桌椅 一般的案子很多是有交儀廳 他們把交儀廳跟餐廳搭在一起 應該這樣說 我們這個是純純正正的這個餐廳 我們就好像把這個洗來燈 把福隆餐廳搬到社區裡面來 如果不相信的話 我們來跟你介紹一下 我們不相信 我是不是也不相信 中央廚房 不然的話是 真的中央廚房 我們的一個中央廚房 因為只用執照目前還在做申請 所以天然瓦斯都還沒有接上 包含它的一個排煙 地溝排油 以及爐具冰箱 比照飯店裡面的中央廚房 這算很大 規模來做打造的 洗碗的一個設備 都是跟餐廳的廚房是一樣的 餐飲空間它結合了媽媽教室 家裡的女主人 可以在這邊交流廚藝 甚至花藝等等的一個部分 這邊還有一個通道 那它這個通道是為了我們這個整個這麼大的一個餐飲空間 算是運送食材一個通道 專門通道 對專門通道 這樣子不會影響到住戶的進出 對這是我們戶外的兒童的一個遊戲區 就是這邊的是遊戲區 然後連過去那邊就是游泳池 對對對 那我們這個游泳池的部分的話 也有分小朋友滑水道啊 大人的話游泳玩旁邊的 SPA池 SPA池 我們還有另外分開的這個男女 獨立的這個 朵湯嗎 蒸汽 蒸汽石 烤箱 以及盥洗式 帶大家去看食品戶之前呢 先看一下我們的這個梯廳 我們整個社區規劃這個210市戶 它有四棟 都是獨立的 那它有這個所謂的二進式門廳 信箱也是放在各梯廳 那已經不是用傳統的這個鑰匙 那現在是用感應的 磁扣或是溜桿那種 感應的一個部分 有這個兩棟 是一層三戶 那一隻梯 帶大家去看的這個食品屋呢 它一層五戶 所以它有兩隻梯 首先我們先帶大家來參觀我們這個西棟三樓的一個食品屋 它是36坪 三個房間 我們把它做成2加1的一個空間 喔 這邊這是密碼鎖 對 三合一鎖嗎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36坪 還有座椅獨立的一個玄關 後面是這個鞋櫃 平常式的 對 客餐廳 是做在一起的規劃跟設計 把這個原本三房的一個空間 用這個裝修的一個手法 換成這個透明的玻璃 讓整個客廳字眼跟面寬 讓它做放大 這邊樓高標準樓高是3米2 現在我們這個建案 它的一個樓底板厚度是15公分 地板到天花板大概是3米05 裝修的一個天花板 在設計的時候 有特別跟設計師這個強調 降8公分來做裝修 砍燈裝得上去就可以了 現在的一個進高 都有2米95以上 哇 這麼高 你們這個地板是原本的嗎 這個地板是原本的 選配的嗎還是 對 沒有 它是標配 所有的一個客餐廳 都是用這個木紋磚 木紋磚磚 對 木紋磚 它看起來是木紋的 感覺比較溫暖 但其實它的磁磚很耐 定態建設很貼心 每間臥室 只用這個超耐磨的一個木地板 設計上的一個延伸 比較一致的 對 因為客廳還是磁磚比較好 但房間做木地板比較舒服 對 這是我們的餐廳的一個空間 我們把它規劃跟設計在這個房子 算是比較中間的一個位置 所以算是正中間的 對 客餐廳把它融合一起 距離這個每個的臥室 所以要吃飯的時候 媽媽講說吃飯啊 全部人都聽得到 對 現在看到的這個是我們嘉義的一個書房 它原本的一個設計算是一個小孩房 設計師把這個格戶牆拿掉 然後改成玻璃 讓這個空間的穿透性比較好 對 接下來是主臥 在這個裝修的天花板上面 留有它的一個圓高度 在這間主臥 可以讓它做到男主人跟女主人分開 衣櫥是都有各自的 對 這邊是跟衣室 可是它有一個梳妝台 梳妝和間跟衣室 然後它是直接連動衛浴的 衛浴也有對外的窗戶 衛浴空間的一個設計上面 盡量的不要有高低的一個起伏 可以看到我們是低台度的一個門檻 公共衛浴是做本拉門 哦 這樣比較節省空間進出的 主臥的部分的話一樣是 會開門開熱的馬桶 包含它的免制的一個功能 我們的龍頭啊 像我們的面盆 不用頭透的五金的一個配置 主臥設置的話是五合一的冷暖風機 他們這個2加1的次臥房 尺度沒有輸給主臥房 整體的空間來講 我覺得跟主臥空間已經差不多了 衣櫃也是一樣大 而且他們做一個梳桌 低台度的窗面 採光很好耶 採光真的很好哦 接下來是我們的 客用衛浴的一個部分 它的一個門開啟的方式 就是用一個盆拉門 推門 馬桶的部分一樣是凱樂 一樣是免制的 門風機跟主臥是一樣的 是五合一的 那它的一個五金 包含它的一個面盆 都是用很透透的一個大品牌 但他們牆壁比主臥衛浴的牆壁 我覺得更有質感 是嗎 還是你覺得沒有 我覺得是一樣 哈哈哈 接下來是我們的廚房 單機的部分 我們都是用這個淋內 臭煙機 雙口爐 以及這個烘碗機 緩充的 竹櫃 對 竹櫃 換邊桿位置嗎 177公分 93公斤 好這是我們36坪的一個工作陽台 整個社區的一個工作陽台 都是附這個電動的在意獎 唉唷 這邊有看得到學校的view哦 接下來帶大家來看C2三樓的一個10坪屋 48坪的 48坪屏數的一個規劃 它原本是正式房 把它設計為3加1房 走走走 好熱 哇好涼喔 現場看到的是3加1 每一戶都是配著 維夫拉克的平板 手機可以下載這個APP 對 可以跟大廳的物管 對 手機按這個就可以點餐了嗎 對 甚至這一台的一個部分 它可以連動電梯 就是在這邊按電梯 你等到電梯來再走出去 對 6 一進門的話就是客餐廳 48坪很少產品會做到 開放式的一個中導廚房 中導的這個部分 以目前來講 現在的客戶其實接受度相當的高 配備的話3機一樣都是用零內 不過這邊放冰箱好像比剛剛大一點點 帶大家來看一下我們4房的一個工作陽台 那它的一個尺度相對的是比較大 那除了可以放這個洗衣機以外 那可能可以放烘衣機 耗衣機 洗手套 設計上還有這個電動的一個篩衣架 欸空間很大耶很好利用 客廳它的一個面寬大概4米多 喔對其實這邊竟然很舒服耶 對 包含我們這個嘉義的空間 裝潢設計的一個手法 把這個隔壺牆改成這個玻璃 整個讓它穿透的一個客廳的一個面寬 在視覺上將近要達7米面寬的一個感受 帶大家看一下是我們的一個前陽台 整個視野是遠眺南坎漆的 那是整個算是一個無限的一個動具 舒房我們都是用這個整個大面的一個玻璃 讓整個空間感比較相對比較好的 我們這邊還有設計這個卧榻 家裡面啊男主人女主人有這個訪客來 需要借助一宿的話 那其實這個地方也是可以讓 我以為他要說男主人女主人如果吵架的話 一個人可以來睡這邊 不管是三房或者是四房 客浴我們都是用很大門的一個設計 那一樣都是低台度 這個這個淋浴間也太大間了吧 這個可能我們兩個可以一起在這邊洗 基本上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有當過兵嗎 這超大的 一樣都是有這個對外窗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這個是要屬於這個小孩房 這是一個小孩房 基本上四個房間都可以擺上這個雙人床 再來是次臥 這就是次臥 一樣我們都是低台度的大面開窗 一進來整個一樣是雙人床 那整排的這個衣櫃規劃的一個設計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主臥 男主人跟女主人收納的一個空間 盡可能是讓它分開 所以我們有設兩區 那這更衣間在平常的一個部分的話 是可以把它關起來 它是一個隱藏室 那更衣間結合我們的衛浴 竹浴的設計 要來做規劃 而且這邊這個梳妝還很大了耶 對 然後也是對外窗 對一樣的對外窗 我們幾乎每個都有對外窗 四房還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客廳跟我們的嘉一主臥 是面向南坎西 算是一個永久的動具 越高樓層它的視野會越好 會越好 各位朋友那我們又到了我們講優劣室的時間了 那這次參觀這個大案子 因為它成物 然後又加近2000坪 所以這個優劣室算是蠻豐富的 大家好好聽我客觀的分析 第一個我覺得他們這麼大的建案 如果在工法上他們有說有7大專利 我會比較開心聽到就是建商他們在工法上 或在建材上面有花比較多的心思 這我覺得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點其實這邊交通是不錯的 而且未來桃園綠縣G10和G11站 距這邊有850公尺 這邊離1號2號國道都非常近 那1號就是在南坎 2號就是機場的交流道 那第三個這邊講生活經驗部分 走過30分鐘就到加勒福 而是24小時的加勒福 現在加勒福它除了是大賣場以外 它還有很多的餐廳 應該是對美食街 有各大的福士店 Nike 愛迪達 這邊都有他們的套類 所以以生活材料的話 它是非常豐富的 再來就學方面也很方便 旁邊就是新普國小 那這邊離這個經國國中距離也不遠 再來這一個可能是相對是優勢 也是烈士 所以它對面就是民盛醫院 醫療的資源是非常方便的 最後這邊信託是全區唯一 18項全林公社 在使用起來是非常愜意的 烈士的部分第一個剛剛講的 就是醫院 醫院的部分大家就是幻想比較多 有些人可能會說會聽到救護聲的鳴笛聲 但是其實這有法規是規定 100公尺鳴笛是要關起來的 因為基地在巷子裡面 所以基本上他們進來以後就不會鳴笛了 如果住在附近的朋友們 你們知道可以在下面留言 再來第二個是 目前現在這個巷子進來以後 後面是激化道路 但是還沒有開闢完成 開闢完成以後 這邊整體移動的動線應該會是更舒服的 第三個這邊基地很大 但是因為前面這個中庭的部分 它是屬於法地開放空間 之前我們有一集有講過公社的部分 前面這個區塊是一般的大眾皆可以自由進出的 可能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這應該是我家 可是這邊是開放空間 最後一個還是回到大基地 戶數多 公社也很多 比較不容易維護 而各位朋友如果是這邊的租戶的話 未來有買這邊真的 廣告會要好好管理 好的廣告會真的可以把一個社區應運得非常好 而且還是一個賺錢的社區 各位朋友記得沒有十全市面的方式 但是你已經買得到適合你的方式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交流 或者是到我們FBN 我們開了一個討論區 大家可以在那邊量善的互動 記得量善的喔 最後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還有訂閱喔 大家再見掰掰 掰掰